8月31号,李约奥运会国家奥运精英代表团在澳门展开社区探访活动,他们马不停蹄,访问澳门多个社会服务机构,与澳门市民亲切互动。 当年上午,代表团成员分成六批进行社区探访活动。 在澳门福康会康营中心,奥运精英代表团的到来受到学员们的热烈欢迎,学员代表为到访的运动员们跳起舞蹈小苹果。 舞蹈进行期间,学员们走下舞台,邀请运动员一起表演,孙杨、吴敏霞等四名运动员先后受邀上台,与学员们共舞,现场立刻响起一片掌声和欢呼声。 在澳门福联综合服务大楼,奥运精英运动员林丹等,与小朋友们打起了篮球,马龙、张继科、福元慧、张梦学等,还与小朋友亲密合影。 在澳门石排湾同乐托儿所,中国女排主教练郎平同女排姑娘们与小朋友们一起玩起人龙穿梭,现场一片欢声笑语,其乐融融。 当天,精英运动员们还分别到街总绿阳长者日间护理中心、启治学校、复连乐仪长者日间中心进行了探访。 探访期间,他们参观了不同社服机构的设施,为长者量血压、写书法、打乒乓球、耍太极和扭气球, 又与小朋友画画、玩游戏及欣赏舞蹈演出等。 北约奥运会国家奥运精英代表团从8月29号起访问澳门,参加多场活动。 代表团一行将于9月1号上午结束行程,经澳门莲花口岸,离开澳门。